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独立评论 我是节目主持人廖云章 今天的独评podcast很特别 我们有两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神父 他是谁呢 美国国务院称他为 结束现代奴隶制度的英雄 他是台湾人权团体最熟知的 越南神父阮文雄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因为内战而逃离 成为政治难民 经历多次的尝试 他终于成功出海 却又不幸地遭遇了台风 在千军依法之际 被挪威的霍伦救起来 这样一位经历过 多重流离的难民神父 在台湾度过了 他生命中最精彩的40年 也完成了许多台湾人 自己无法完成的人权任务 作为一位非典型的神父 他积极地介入台湾在地 与越南人有关的议题 并且在最近几年 透过跨国的串联 成功的集结力量 为弱势发生 今天的另外一位来宾 是阳明交通大学 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的 林淑芬教授 淑芬与一群朋友 为难民神父阮文雄 记录第一本 口述生命史 《月编》 淑芬老师以第一手的素材 还有真实故事 与深刻感受 引领我们看见一个 曾经需要接受援助的难民 如何在经历 多重的流离生命历程之后 成为能够汇聚众人力量的 专业主人工作者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 阮神父和林淑芬老师 来到节目 欢迎神父和淑芬 好 谢谢云章 谢谢云章的邀请 好 那我们首先 今天其实先 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作者 还有这个口述历史的本人 就两位来到我们的面前 那这本书分为三大段 所以想先邀请神父来分享 在这个第一段呈现的是 您的家族记忆跟您的成长故事 那在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之后 你惊心动魄的这个逃离的越南 可以请您谈谈您最后最后一次成功 逃离越南的故事吗 你总共逃过了几次 我从越南逃出来 总共大概六七八四 我还不太记得 但是很多次 那最后一次是在1979年7月25 26号 那为什么之前多次失败 是因为我有经过一个好朋友 然后他的家人有资源 所以他请我跟他一起逃难 但是因为都是我这边没有资源 所以靠来他 所以我这边没办法可以成功逃出去 最后一次是我跟我的家人组织 那个主办这个逃离 那因为我们是自己办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时间地点 然后我们的资源 最后这一次的逃难 我们所有的事件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当我们把那个船游藏的时候 那就会有人发现 然后他们就偷偷来偷我们的油 那所以当我们定了一天 我们要逃的时候 我们去检查 他发现没有油 那所以我们在就延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在从事去买油 然后我藏起来 那时候我们想也是一个很顺利 但是当我们要逃的时候 我的叔叔他把他的女朋友带着过来 那所以呢他也不敢出面说 他今天带一个人来 所以呢他躲在一个田地里面 说那个在那边有很多狗 他们就叫 那我们以为是公安 我们就很怕 我们就不敢准时 那个出去到那个海岸 然后最后感谢天主 我们能够顺利的达到目标 然后在那个海岸 我们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然后有那个小船从海面海过来 然后接我们 然后从他接我们到那个国际 那个海洋的时候 就是大概37个小时 我们得了这个挪威大货船救救我们 当天我记得 隔天以前台风来 然后呢 我已经在这个海上工作 大概两三年了 但是那时候我自己告诉我自己 如果我想我们就会死 是因为那天的台风来 那个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但是最后 那我们也得到这个挪威大船救我们 是因为在这个挪威大船 有一个挪威那个船长的太太 和他的女儿在下 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他们看到我们这个小船 那个时候很多小孩子 所以我们上大船的时候 才知道 因为这个太太 告警他的先生来救我们 所以我们整个船 才能够可以救起来 哇这个好动人的一段故事 其实我们在这次跟神父约访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经历了两次台湾很严重的台风 所以这个刚刚神父有提到台风的可怕 特别在海上对难民来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 对就是生死一线间的一个 对 所以 其实你在书中也提到 就是说你们被救起来之后 您也待过这个日本跟澳洲的难民营 那在这个陌生的文化环境里 你寻找到一种新生命的可能 我觉得很多关于难民营的相关的报道 其实常常看到的都是一种 很绝望或者是很哀伤的记忆 可是您其实提到 您自己在难民营是找到一种新希望 新生命的可能 你可以谈谈的是什么吗 就是您在难民营里的生活 我在日本的那个难民营是 的名字叫Misono 他在Fujisawa City 在那里 他是一个旧的修女院 那我和我的全家 亲戚朋友到那个难民营的时候 我发现生活总之 是要有挑战 才能够可以发展 然后成长 所以对我来讲 在日本的难民营 或是澳洲的难民营 我就不会被那些不熟悉 还是困难 还是面对一些很大的挑战 来把我压下去 越困难 那我就会努力来想办法 这个哪里我有这个 我在这个困难中选球 新的力量还是新的创意 那我想是因为 从小常常可以听到 爸爸妈妈讲 有关生命是要努力 所以我想 虽然是我面对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 我自己感觉到 我有自由 我活在一个民族的社会 我可以借着这些 当作我的挑战 让我能够可以成长 是 好 接下来想要请教 是淑芬老师 淑芬老师 您是在什么样子的契机 认识神父 而且你为什么会 进而决定你要 来做这个神父的口述历史 我想就是 关注台湾的移民 或移工运动的人 应该都有听过神父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那比较特别的是说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还有一些学生 其实跟神父 有一些共识的经验 所以我其实很早就听过 神父的一些事迹 那包括他的这个 越南难民的这个经历 那可是真正有机会 直接接触到神父 还是我们从2019年的 这一个访谈开始 那2019年的夏天 我们其实是透过一个 曾经跟神父共识过的学生 就是居中把我们联系 然后当时我也邀了 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 就是刘继雄导演 就长期关注澎湖难民的 这个越南难民的 刘继雄导演 跟我一起去拜访神父 那当初最早 我们跟神父联系的时候 其实原先的构想 倒也不是神父的个人生命史 当时候我们的 至少是我自己 个人的想法是 比较希望可以透过神父 去了解台湾的 越南移工工会的成立 然后他的运作 或者是遭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以及在台湾的 这个越南人社群 那可是就是 我们一开始 见到神父 然后也很自然就聊起 这个神父的 这个越南的这个经历 那神父就跟我们分享了 他的家族 从1950年代 1954年 然后从北越南下 然后接下来 他们在越战的那个经历 然后最后他自己 就是出海 然后到日本 然后等等的 那第一次聊 大概就超过了两个小时 那我们因为是第一次嘛 所以我们当然想说 那我们之后 有一些问题 也许可以之后再问等等 可是我跟阿熊导演 我们很快的就改变了 就是原本的 就是说 这个访谈的这一个目的 我们就很快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觉得 哇 这个太重要了 我们想要 就是做一个完整的 神父的这个口述 那也是从这样开始 我们就是2019年 年底开始第一次正式的访谈 那访谈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 就是我们将来会出一本书 这样的想法 但是就是随着这个访谈的 这个进展 那我就越来越清楚的 意识到说 神父在越南的成长经验 还有他离开后的 离开越南之后的 这个难民的历程 跟他在台湾从事的 移民移工运动 有非常直接的连结 是 然后我也认为说 神父的个人生命经验 他可以为我们要 更深入地去了解 越战的庶民史 那还有日本啊 澳洲啊 等等的 难民的这个收容政策 还有海外的这个越南人群 越南人社群 我觉得神父的 这个个人生命经验 是可以作为我们探索 这一些面向 非常重要的线索 那所以原本我们 就是慢慢地想说 好我们要出版 那原本的构想 大概就是说 依照主题 可能是单篇文章出版 可是也就是我们 因为访谈越做越多 然后积累资料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 好像如果可以用 一整本书来呈现的话 那其实可以做得 更加的完整 所以这是我们 为什么最后 这个出书的这个原因 这样 是谢谢淑芬老师 好我们等一下后面 还会再请教其他问题 但是我这边想要先回来 请教神父 就是神父的这样一个经历 你看您从这个 逃了这么多次 终于逃成功 然后去到了日本 去到了澳洲 那可是你后来 为什么又会决定 你来到台湾 发展神职的生涯 而且你还投入了社会运动 把你的信仰 跟你这个社会运动的 这个想法结合在一起 你碰到了什么样的契机吗 就是来台湾 然后跟一群 我的社会的神父 他们很欢迎 他们把我当做一个兄弟 真的是兄弟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想 这个留下来台湾这边服务 其实是当我在澳洲 那个上完了大学了以后 他们问我 我要去哪里服务 我说日本 那我台湾问我 为什么我说 我曾经在日本 当做那个难民 所以我很熟悉 语言和那个环境 和人 和日本人 然后我的社会就 我不晓得为什么 然后他们想什么 然后最后他就 指定我来台湾 那我们的社会 当那个圣职人员的话 我们就那个顺从 所以我这边不能说 我不要 所以那我就顺从他们的 指定的地方 然后我来台湾这边服务 那当我来台湾服务的时候 我的工作不是跟一公移民的 新住民的 我的一个工作是跟那些无家可归的 在台北无家可归和那个 金少年的那个犯罪的那个海童 那我在台北这边 那个中和收容所服务了大概两年多 然后回去新住交居 然后那时候才真正进入这个服务 一公移民 为什么我这样子做 是因为我个人自己以前也是一个难民 一个移工 然后也是移民 所以我很懂他们的心情 那我想我要把我的经验 然后我现在我的圣职人员的角色 把这个天主的爱带来 然后把它分享给这些 在台湾弱势的一群人 然后我回来这个新住交居服务的时候 我在竹南 那时候竹南听祖堂那边 越南的移工还没有来台湾 那时候是菲律宾的移工 我就服务菲律宾的移工在竹南那边 那我怎么服务 那提供给他们的做MESA 给他们参加 那时候是车衣服的那些工厂 他们的上游的公司联络 然后请他们来台湾这边 让他们上游的公司知道 他们在台湾这边被虐待还是被剥削 就是他们的供应链的上游的厂商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做这种工作 然后一边是当本堂神父 一边是去拜访他们 去关心他们 然后等到199年的时候 那个越南的移工移民来台湾的时候 那我才跟他们接触 然后慢慢的我发现 好像帮忙越南移工移民 这块在台湾现在还没有人 对 所以我就开始在桃园 要成立一个办公室 那我能够成立办公室 也是感谢新竹教区的当时的主教师 刘献堂 他很乐意的帮 这个同意让我能够可以成立这个办公室 然后呢 从那时候就开始 我就专门来照顾 这个来照顾帮忙这些越南的移工和新竹民 是是 对 神父刚刚讲说 您在90年的时候开始 有大量的越南的移民跟移工来到台湾 那你发现那时候很少有NGO在协助这一块 所以就是你就开始做 那我认识神父 其实是在2005年的时候 说起来也很久 但是那时候神父就已经是 这个越南移工的圈子里面 大概就是最知名的在协助他们 然后那时候也成立了办公室 当时我怎么认识神父 是我和我的先生张震 我们在阮神父这个服饰的 这个桃园巴德天主堂的越南移工庇护所 担任这个中文志工老师 对那当时神父为了这个受庇护的移工 还有新竹民开了很多的课程 中文只是其中之一 可是呢 我跟张震其实并不专业 我们两个人就是也没有教得很好 那移工的中文当然也觉得很困难 可是神父就鼓励我们说 没关系 重要的是这个爱心跟陪伴 所以我们在神父跟这个移民工的启发制下 后来就是我的先生就是在我们当时工作的媒体创办了 以越南文为主 中文为辅的越南四方报 那是台湾第一份的这个越南文杂志 那我们也很感谢 因为神父跟中文班的同学 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批的这个焦点团体的读者 那也是他们告诉我们 越南人需要哪些资讯 哪些新闻 这个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 可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 当四方报后来越做越大的时候 就有这个越南政府相关的人来警告我们 就说这个阮神父呢 是越南政府的黑名单 最好不要再刊登他的言论跟报道 那我们那时候才很惊讶地发现说 哇这个神父的影响力这么大 就是居然这个连越南政府都来提醒我们 说不要再报道这个人 因为他很危险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好奇 这为什么一位神职人员会是政府的黑名单呢 我们在这边稍微先休息一下 卖个关子 也请听众稍微思考一下 为什么越南政府认为阮神父这么危险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桃园巴德天主堂的阮文雄神父 还有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的林淑芬教授 好我们要来揭晓谜底了 请神父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越南政府觉得你很危险 我个人也不晓得越南的官员的想法是什么 我记得在2004年多人越南的妇女被性侵害的时候 有一个越南的报纸叫 就是那个青春报 来跟我做一个报道 然后很仔细的那个跟我做一个访问 那时候他们也把我这边的拜法的内容 在越南那边那个登载 那我想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 因为是让那个越南人在越南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当我这边继续帮忙这些被害者 我经过台湾法福基金会申请律师帮忙打官司 然后越办的有一位陈光辉先生 我这边是劝导那些被害者出来 然后我帮忙 我们这边会帮忙他 那边的那个越办的工作人员就去找这些劳工 然后劝导他们回去 拿一笔那个嫁害者的那个赔偿 然后回去越南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 那个在开那个媒体的那个记者会 然后我讲出来 从那时候我自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他们那边就开始攻击我这里 然后从2005年以后 我把这个旧的办公室在桃园那边的教堂 搬到现在才八折的 那我那时候就会帮忙很多的越南的愚工 然后我们这边所的案件 请他们那边协助 他们就非常的被动 也不愿意忙忙 然后我慢慢的我就发现 那些有些谣言说 那个越南政府把我放在他们的黑名单 那我也不晓得 我想这个是开玩笑的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申请监证回去越南 有一次当陈局老委会的那个主委 请我陪他去越南 一趟 然后会在越南那边跟越南的劳动部讲 他越南的移工的中介费的事情 那我陪他们去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 那慢慢的我就发现 那些越南移工跟我一起合作 在教会或是在非政府那个NGO的运动 有关那个跟其他的在台的 台湾的NGO合作的时候 他们回去越南就会被公安警察那边的调查 而且威胁 然后那时候我才慢慢的发现 好像说 越南的移工和或是新住民 跟我接触的就是都是他们的对象 我想我最近是越南政府不喜欢的 那就是我把我的思想对有关这个自由民主 然后来跟那些年纪人分享 然后呢 为了公平正义 帮忙移工在台湾 或是若是那个移工 越南移工和其他的移工 在台湾这边悬找他们的权利 那我们在路上那边就一些运动 特别是在那个跟台湾的NGO一起合作建立那个反人国法运法的时候 这件事情也可能是越南政府非常不喜欢的 是因为把那些越南那边当时把人当做这个物质 然后说他们的种植 然后把他们送到台湾这边 然后把他们放弃 所以呢 我想是因为他们不喜欢 我是因为我把这个自由 那个民主的思想分享给这些人 然后呢 跟他们分享了以后 在运动上 也让台湾的政府和国际 也知道越南移工在台湾这边的问题 所以呢 影响了他们的名誉 所以他们很不喜欢 所以他们把我的当作放在他们的黑名单 所以我想我这边是一个圣职人员 我们除了这个嘴巴讲话 然后帮忙人以外 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造成任何人的伤害 是是 其实的确是您在台湾 就是传递福音之外 还有民主人权 跟自由的这个启发 其实这个对很多来台湾的移民 跟移工来说 也是另外一种思想上面很重要的启迪 所以思想改变之后 其实也许也会改变行动 那这可能 也许就是您危险的地方 因为是很有影响力的 可是几年前我记得 神父有一段时间很常在社会运动的新闻上看到您 我们也常在一些运动现场会遇到 那可是后来您又去了澳洲 进修这个心理智商的学位 我知道您又去读了一个博士 为什么您后来会做这样子的决定 你看到了什么样子的需求吗 在这边我跟云章讲 我只修一个硕士 哦你是修你硕士 对硕士不是我是 从我来台湾是在1988年来台湾 当时我还是还没有当生神 生神父我是一个学生 那我已经参与这个帮忙这些移工 到大概2008 2009年的时候 我发现多年的帮忙这些移工移民 他们得到他们的权利 就是那个人权和他们的 他们被剥削的 那我们就经过这个法律 然后我们帮忙他们 那个找回来他们的权利 或者是他们的财务力 但是我发现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一直重复他们的问题 然后在帮忙这些移工移民的时候 我也有发现我自己 好像越来越不耐烦 也看到是同样的事情 好像一直去捡垃圾 放垃圾桶 我说这件事情是否因为 我只重视于在外表的一些物质的需求 那我就很严厉的思考 然后我就发现 好像心灵上 精神上 我还没有帮忙这些移工新住民 让他们能够可以 这个赔礼他们 让他们能够可以 自我发现潜力 然后呢 我能够可以改变我的生命 所以这样想了以后 我就向我的修会 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可以去修这个心理学 的确我去修的时候 我发现我所思考的是很正确 然后我回来这边我的工作 慢慢这些移工新住民的更好 所以神父您修完这个心理资商的这个学位 您回来之后您觉得您跟过去的服务 你可以举两个例子吗 就是说你觉得你做得更好 现在在我办公室 或是我跟其他的NGO团体 还是哪个团体 我都是跟他们分享 当有一个移工来我办公室 这边寻找我寻求办公室帮忙 或是他们经过电话 来打电话来找我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我要做 就是我要聆听他的声音 然后我听到他的故事 然后呢 如果他要他来办公室的话 我就请他做事来跟我聊 当那个人跟我聊的时候 那我就发现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颗平安的心 因为大部分的越南的移工 他就跟我分享的时候 首先我安慰他 然后让他能够知道 他来这个地方不是绝望的地方 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 所以首先是让他能够恢复他健康的精神 最近我们有一个女生 女生19岁来我们公室 请就帮忙 她在越南付了6500块美金 然后到台湾的台湾工作的时候 她是在这个做那个食品公司 她跟我讲 她也是跟其他人这样子做 为什么其他公司就解雇过 那他一直哭一直哭 跟他聊的时候他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看他的眼睛 他的脸色 我说 你现在晚上睡得好吗 他说一时不好 然后我说吃呢 吃也不好 那我说 可以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睡不着 睡不好 我很担心 我在越南的载物 当他跟我这么说的话 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如何来帮他 让他能够可以安慰他 然后让他知道 他来这个地方是他 我们就会帮忙他 那个寻找他的权利 同时也帮忙他 让他能够可以 创备他自己的一些能力 一个19岁的女孩子 花那么多钱来台湾 一句国语讲不讲不出来 所以呢 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 只要想孩子出国 就可以工作赚钱 但他们也不晓得 在这个在新的环境 他们的孩子会碰到什么 所以我们就在我的庇护中间 教他们中文 早上下午 然后每一个礼拜会有半天 是我会教他们心里的健康 然后我另外一个时间 是叫他们的法律 如何来保护他们自己 另外一个案件是那个植栽 那个一个年轻人 因为他操作机器 所以两只左手就被截支 然后他在台湾的话 如果要搞刑事的话 就六个月内 他来我这边 都就剩下来五天 五天而已 然后他一台来了以后 我就 我就也是用同样的一个心理的 心理是寻的方法 让我帮忙他 让我安慰他 让我跟地方政府说 这个人现在 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 就那个公司 因为他有这个职呆 所以说 你现在不适合在我的工作 我的公司的工作 就把他 叫他签那个转换雇主 他那时候也不晓得 就签了 然后我在到处去找朋友 可以过日子 然后我们请那个当地政府 给他安住他了以后 也是经过这样子的 这样的心理辅导 让他慢慢的恢复 是 所以我想经过这个 学习这个心理的部分 我能够可以进入那些 那个移工 他们内在精神生活的 然后我可以帮忙他们 让他们能够有这个心理健康 即使可以看到他们那么 恢复他们的精神 也是 是给我一个鼓励 是因为没有他 不会有地方可以服务 有我他们也得到服务 我想这样子的互相 在我所看到的 我都互相帮忙 帮忙直接移工 是 神父提到这个精神 健康 情绪上的稳定 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唯有这件事情稳定下来 他才可以好好的去梳理 他现在面对的困难 所以真的 对 其实我当年到 在神父的这个 教堂也是感受到 这样的平安 就是 其实我们那时候上课 常常也会有同学 突然之间就被叫出去 说 你那个 有社工来要跟你谈 或者是你的官司 需要去处理 就是他们常常 其实上课是常常 没办法稳定 所以神父也说 没关系 就是大家来 聊聊天 彼此陪伴 就是那个叙说 聆听的过程当中 他也是另外一种 支持的力量 其实在台湾 有那么多的 移工移民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生活上的一些压力 但是我们的 台湾的政府 还没有重视于 他们这一块 那我在参加 那个司法改革国事 在很多 很多次开会 我有提到这件事情 在见过那个 那个院长 然后部长 我也提过 有看到一些 有名的台大的 那个教授 我也有提 那但是也到现在 也还没有人 有这种的 重视于这块 那我想 我真的很希望 照顾这些 移工移民的心理 是一个一块 很重要 是因为 他们有一个 健康的心理 工作的时候 会减少很多 那些 不该发生的事 然后同时 也是帮忙 这个台湾的雇主 这边 能够更健康 更好的 这个工作的环境 那有人跟我讲 台湾人现在 我们这边台湾劳工 还没有这样的 照顾 现在你讲到 这个移工 那我 我的个人 听到了以后 我说 我跟他讲说 我们这些要 首先不要 不要比 比较 如果要比较的话 就是找那些 比我们更好 来比较 这样子才有进步 所以我现在这边 也呼吁 专家学者 我台湾政府 让你们听到 我今天天下杂志 做这个podcast的时候 如果有教授 还是有哪一个单位 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我觉得百分之百 来投入 来加入 然后来努力 是是 谢谢沈副 我觉得您这个呼吁 非常的重要 其实您刚刚提到说 关于劳工的心理健康 其实台湾政府 卫福部 现在也对台湾人 这个劳工 有提供免费的 资商的服务 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 可以扩大到移民工 或者是说 其实移民工领域 我认为它需要更专业 包括在语言上 它可能不能是 用外国语言来做资商 它一定是要用 它最熟悉的母语 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设计 我认为它是一个 很值得 这个好好去推广 从台湾劳工 然后到台湾很重要的 外籍移工 他们应当也可以 享有一样的 这个情绪健康 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可以进来 好 谢谢神父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的是 阳明交通大学的 林淑芬老师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您跟神父相似的契机 以及为什么会开始决定 要写这个 神父的口述历史 它背后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脉络 可是我也想请教 就是淑芬老师 您在进行 神父的口述历史 《月编》这本书的时候 你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又是什么 困难或者是说 我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是 大概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跟 2019年之后的 那个疫情有关 因为我们的那个访谈 刚好就是在2019 第一次是在2019年底 那没多久 其实疫情就越来越严重 那所以我们的访谈 因为疫情的这个起起伏伏 所以其实时间拉得蛮长的 那当然一方面 我想也是因为神父的 其实他的行程 都非常非常的满 所以整个访谈 我们从2019年年底开始 然后一直到2023年 其实是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就是整个疫情结束 然后不过这部分 当然也跟我们后来 因为邀请了一位 新的编辑加入我们 那他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所以我们后来 其实也多做了几次补访 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其实是跟我们这个访谈的内容 其实它涉及了 跨越的这个幅度 蛮大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嘛 因为从神父的家族历史 1950年代 然后一直到最晚近的 他在台湾的这个过程 然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在不同的时期的迁移嘛 从北越到南越 南越的不同的地方 然后他离开了越南之后 到日本 然后到澳洲等等的 那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我在正式访谈神父之前 我如果有做一些什么准备的话 我觉得都比较是跟台湾的 移工议题相关的 那很快的其实就会曝露我对越南的认识 其实是非常不足的 那所以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就是要替自己补很多课 那我觉得这也是 倒也不是为自己找那个托词 但是我觉得这蛮曝露台湾对于 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的这个认识 或是那个历史试读能力 其实是很不够的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就补了课呢 然后一方面我就还是继续 我有一搭没一搭学的越南文 然后呢就是比较广泛的阅读越南历史 那还有台湾跟越南的 从其实特别是南越 冷战时期的这个交流史 还有就是越南难民的一些相关的研究 那我自己也因为神父的关系 就是在所里面也开了一门 就是专门讨论越战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是这一些准备 我觉得我不是把它当成困难 我觉得这也是来自神父的启发 神父常常说 他觉得不是困难是挑战 所以我今天也要说 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一种挑战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 就是做了这一些补课 那我觉得我比较能够跟得上神父的讨论 也比较知道就是说 神父在他的那个叙事的过程里面 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请神父 可以做更多的阐述 包括提供一些更多的背景 或者是其他等等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我们后来在那个书里面 其实做了蛮多的注脚的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 遭遇过的这个困难 所以我也会希望说台湾的读者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除了神父个人的生命故事之外 他有比较多的这个背景 比较大的这个背景跟脉络 然后我们包括后面那个书 最后提供的这个年表 我就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慢慢去摸索 然后到底要怎么去呈现年表 那个年表的坐标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比较像是 访谈的过程里面 遭遇到的挑战 然后也因为这个挑战 其实让我自己 有非常多的学习 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其实在那个书里面的后继 我有稍微提到 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是我跟阿雄 我忘记是第几次的访谈 然后神父就是提到 他们出海 那个船被掀起来 后来就是挪威大船救了他们的 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惊险的 如果没有那一艘大船 那个船可能 他们原本的那一艘渔船 可能已经反复的那个经验 神父激动的掉了眼泪 然后那一天神父也跟我们说 这好像是他第一次 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这么的激动 那在那个当下 我跟阿雄 我觉得我也激动起来 那也许我不能够宣称说 是感同身受 但是那一个神父描述的 那种惊险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 你很难想象到说 那到底是需要 多大的勇气跟决心 让一个人 必须要去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回过头来讲 就是那个激动落泪 其实也是 几乎是在后来 整个访谈三四年的过程当中 神父唯一一次的激动 所以反过来说 我觉得 我常常跟其他 那个跟我们一起 就参与这一个访谈的编辑 朋友们讲 就是觉得说 好像我们在去访谈神父 然后神父跟我们分享 他在包括他自己的生命经历 或者是移工运动里面 遭遇到的很多困难 有些时候 我们好像会想说 要去说一些什么话 然后因为神父 有一些事情进展的 不见得是原先想象的那么顺利 可是我们访谈者 好像才变成是 那个必须要被安慰的人 因为我们也觉得 哇 这些事情真的很难 然后台湾的移工的处境 真的非常的不理想 很令人沮丧 可是神父好像还是 会反过来安慰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说 反正总是 这条路走不通 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每次 我就跟朋友讲说 那个去访谈神父 好像是去接受心理慈伤 因为神父是专业的 从神父这边得到力量 就是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 让我印象深刻 那最后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深刻感受到 神父他所承担的 那个责任的重大 就是我们其实跟神父 因为神父的行程很慢嘛 那我们常常都是 很早就去 九点左右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第一个 跟神父见面的人 因为就是我们就会看到 一些移工走出来了 所以神父不晓得 已经是多早就起来 开始工作了 然后我们在 访神父的过程 神父的手机 其实从来没有关的 因为总是有人要找他 不管是讯息 或者是要接电话 或者是等等 或者是我们访谈之后 神父永远有下一个行程 那你就是可以 很深刻的感受到 神父的这种投入贡献 有些时候 我们也会在想 神父可以走吗 就是神父没有办法离开 就是他的那种 整个那个devotion 这个是另外一个 让我觉得非常深刻的事情 那当然神父在书中 也有提到说 他也一直希望说 未来有人 可以接续这条路 但是这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这是几个 让我在访谈过程里面 印象特别深刻的感受 是 所以 曙芬你会希望 这一本神父的口述历史 它能给台湾社会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你作为一个 这个 收集故事 你是第一个聆听的人 然后你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你在书写的时候 你有在想象 台湾社会 可以怎么样 从神父的故事里面得到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 什么样子的学习 然后甚至有没有可能 可以有出现这个 愿意一起接棒 一起追随神父 一起奔跑的 往前奔跑的人 我先说就是 当初我们决定要出版这本书 那其实也就是 云章问的 就是说我们设想的 可能的读者是谁 或者是说 其实读者也就是 我们可能会觉得 有机会去产生影响的对象嘛 那大家都知道阮神父 可是阮神父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位 助人工作者 当然助人工作者 非常的多 但是像阮神父 这样的助人工作者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经历 然后 其实就像我最前面讲 就是说 我其实是非常深刻感受到 神父在做的 这一连串的事情 从他离开越南 然后到 现在在台湾 做的这些工作 看起来似乎是不一样 看起来他好像 也有不同的身份 但是事实上 其实是非常一贯的 其实也就是神父 自己一直在强调的 那个对于自由的 那个追求 然后那一种 追求自由的一种 坚定的感觉 那所以 我觉得还有一句 神父的那个话 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就是说 他会觉得他自己到现在 都还一直是难民 即使他已经 可能取得了 比方说澳洲的 这个公民的这个身份 这个一直是难民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是一种非常深的体会 然后是那一种 不只是对自己个人 对于越南这个社会 从过去到现在的观察 或者是他想要为 这个社会做的努力 然后他对自己 这样的一个定位 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第一个 首先是要让人们 当然就是了解 神父为什么是现在 这个样子的 这整个历程 我觉得他 他当然是有这个 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历程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前面有提到 像我在访神父的时候 一开始 是其实非常吃力 因为对越南历史了解很少 可是对越南历史了解很少 其实并不是因为 台湾跟越南之间 没有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的一种 在某一种教育体系下 所造成的一种 系统性的遗忘 那所以我觉得 神父的故事 事实上 也很适合 作为一个 我们想要去了解 越南历史 从殖民 然后到这一个 越南战争 冷战的这个过程 乃至于 到后来的 越南的 所谓的改革开放 这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我觉得神父的故事 是非常像是一个引路 为我们设定了 非常多的路标跟线索 你可以从这些线索 就是更深入地 去了解这些事情 那再来就是 其实像现在这几年 台湾一直有关于 难民法的一些 相关的讨论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 更深入地去了解的话 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管是在东南亚 或者是东亚 基本上 都没有签署 这个所谓的 难民公约啊等等 都一直跟难民的问题 好像保持一种距离 可是这些地方 其实长期的 都有难民的问题 那所以 透过神父的故事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过去长期以来 比较没有被重视的 不管是日本的 因为过去对于 越南难民的研究 或理解 主要想象的就是 越南难民 大部分就是去西方国家 可能像是美国啊 或是欧洲 法国啊等等的 可是像日本 或者是说像澳洲 当然澳洲可能也被列为 所谓的西方国家 还有包括所谓的台湾 因为我们书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 其实神父在台湾 也有跟其他的 越南难民的 这一个就是认识 或者是有一些活动嘛 那所以我觉得 这也为就是 东亚在面对这个越战 然后越南难民 然后各自社会 基于什么样 自己社会的 以及不同的 这些地缘政治的考量 而采取不同的立场 那我觉得这也很 很可以作为我们现在 因为很多人会把 当年的这个 越南难民的 这个救援 当成是战后的 难民救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进展 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那当年国际社会 可以合作去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现在不行 那可是我觉得 这样的说法 他可能也忽略了 其实那一个救援 其实是有很多 不同的差异的 每个社会愿意 或是不愿意 提供救援 提供什么样的救援 可能都有各自的 一些考量 那我觉得 神父的那个故事 事实上就还蛮平时 让我们看到 他到这些 不同的地方 然后透过他的 那些故事 让我们看到 这些不同的地方 怎么去对待难民 或者是说 难民如何在 这些社会里面 反而能够获得 某一种 像云章最一开始 问神父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好像在那边 获得一种新生 因为神父在那个书里 那口述的过程里面 也有提到说 其实他后来会到台湾来 做这些工作 有很多能力 是他在日本 在澳洲 去透过那一些 跟当地的这些越南人 或者是当地的NGO 一起合作 然后去发展出来的 一些能力 另外我觉得 可能更能够 对于台湾 现在我们在 不管是推动 所谓的这个多元化 等等的 就是说 神父的故事 事实上 他刚好是贯穿了 最早的这个难民 然后到现在 这些不同阶段 进入到台湾的 不管是以婚姻移民的方式 或者是以劳动 迁移的方式 进入到台湾 他可以让我们理解 台湾的越南人社群 如果我们可以 把它称之为一个 或许不是一个社群 是多个社群好了 这个组成 他反映了不同的阶段 来到台湾的越南人 是用什么样子的身份 遭遇到什么样 不同的问题 然后在这边 他们形成了这个社群 然后神父在这样子的 一个社群里面 扮演了一个 什么样子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本书 应该是可以 让大家对于台湾的越南人 会有一个 蛮不一样的认识 OK 好 我觉得我刚刚在听 淑芬恩分享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到 神父的那个身影 就是从你一开始 在小船上 然后被这个挪威的 货轮救上来 然后之后你的这个移动 那过去大家很多 对难民的概念 都会觉得 难民就是很可疑 他是需要被救援的 可是其实神父作为一个 始终觉得自己仍然是难民的难民神父 在这个移动当中 他不断在学习 而且自我赔利 其实找到不同的生命力 然后你也在这个移动当中 去串联其他人 不管跟NGO合作 或者是跟其他的移民 移工的合作 所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然后你也卷动了一个社会 卷动了好几个不同的社会 甚至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跨国连结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读这一本书 阅编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我们之后会把这个相关的书信跟资料 放在这个节目的下面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神父跟淑芬教授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都欢迎留言跟我们说 喜欢这集节目 也可以在收听平台上给我们五颗心 想了解更多 可以点击资讯栏连结到独立评论网站上 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喜欢独立评论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听天下和闯天下podcast 收听更多我们的精彩节目 今天就到这里 独立评论下次更新时间是12月6号 请大家记得准时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神父拜拜 拜拜 树芬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